中国有多少人口?没有人知道 人口普查查出来过大致的数据 13亿6千万,13亿8千万 不是大家都信任这个数字 那么中国人在海外大致有多少呢? 也没有人知道 因为这个数字根本就统计不了 差不多在五千万左右 你要真照起真来 过亿都是有可能的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人移居到国外以后 有一部分人 他因为各式各样的原因 与当地人通婚了 生下来的孩子 不会说中国话 最起码是不会写中国字 几代以后 就不是华裔的问题了 除了每年春节祭祖 你根本就搞不清所在国 到底有多少华裔 或者说华人的资历 因为他们已经认同当地的国家 不太愿意再提起祖上的荣光 我们知道从孔子开始就有这么一句话 道不行 衬服服于海 那么我们前面看到的例子呢 可能是朝鲜 就是我们称之为 其子朝鲜 商人尚白 所以朝鲜的民族服装 它始终是白色的 中国历次的王朝更迭 出去了很多人 我们也看到了很多传说 所以在世界各地 漂泊着很多华人 以及他们的后代 历史久远的 我们就不去说它了 那么我们谈谈现在 现在在海外 大约有五千万华人 有一些已经加入了当地 当地的国籍 也有一些取了当地人为妻 那么我们可想而知 几代之后 他们也不一定能认同自己的祖先 这个世界 有许多国家 我们经常说的四大洲五大洋 都有华人 华人其实最集中的 还是在离我们比较近的 不要去飘洋过海的 东南亚 越南 朝鲜 老挝 柬埔寨 泰国 菲律宾 印尼 马来西亚 新加坡 依据每个人的情况 经济情况的不同 所以他们选择的 移居的国家也不同 我们知道 很多国家 很多国家的华人数量 因为欧洲人 大多数人都会好几种 语言 那么现在中国人往外跑了 这个情况也出现了 像我这种年龄的 很多人都只会汉语 你去学别的语言 年龄啊 记忆力啊 可能都不容易 那么完了以后呢 这还不是最可怕的 最可怕的是 他们把中式思维 撒满世界 有一些国家 甚至有老大妈 去跳广场舞 被当地居民投诉 遭到警察逮捕 那么更多的是 他们把文化上的一些差异 不太看重 所以闹出了很多笑话 我前两天 上一周吧 我带着猴子去吃早点 有一个中国游客 伸手摸了一下猴子 你也知道这个动物 他有自己的本性 你摸他的时候 他可能会反手 捞一下 反击一下 那么这个游客呢 发现 臂膀上 被划了一道划痕 没有出血 破了点皮 他第一句话问我的时候 就是让我出示身份证 把我下了一大条 为什么呢 即便是在中国城 中国人聚居的地方 这毕竟不是在内地 你见到一个华人 就让人家出示身份证 这是很无理的 也算他点了 也算他点了证 我确实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也确实有身份证 但是我出国的时候就没带出来 没有哪个国家是依据你的身份证 来确定你的身份 你是一个游客也好 或者你商务 考察 你有工作签证也好 他所依据的是护照 而不是你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颁发的身份证 那么这种笑话呢 不仅我遇上过 我相信也会有很多人 跟我有类似的遭遇 因为这些游客 他们把这种思维习惯 带到国外来的时候 他们觉得很正常 他们觉得不管在哪里 只要跟华人打交道 他秉承的还是内地养成的一些习惯 至于当地的法律也好 习俗也好 他根本就不是很在意 这种自大 如果仅仅是旅游 也就罢了 影响并不是很大 可怕在真正移居到国外的这些中国人 他其实也是这样行事 这就很可笑了 我们知道很多中国的商店 他周末是不休息的 不管在哪一个国家 他几乎都不遵守 当地的劳动法 或者说相关的习俗 完了以后呢 工作时间 甚至对雇员的工作时间 管理 都是违背当地法律的 在法律条文 比较深眼的一些国家 可能要好一点 或者美洲啊 欧洲啊 这个没去过 不了解 我们也不能瞎说 我只知道一点 我接触的华人 在老挝经商的 但凡雇了当地的工人 他们都没有依据 当地的劳动法 去安排工人的工作 甚至一些保险啊 这些事 我们知道依据劳动法 依据当地的 劳保的一些 相对比较健全的一些法规 虽然人家没有跟你较真 但是一旦发生纠纷 你肯定是要出问题 因为有一些工种 人家在劳动法里明确的规定 他的工作时间 就不能超过六个小时 或者不能超过七个小时 那么每一周 你至少要保证他有一天的休息 如果你辞掉他 你要给他一定的保障 就是说给一定的遣散费 人家的法令 规定的是很深严的 一般来说呢 都是名不举官不丘 有一些小工 你把他辞掉了 他到别家去干 还在这个行业里面 或者还在这个圈子里面 人家不去跟你较真 并不是说 当地的法律不能制约你 我也见到了一些闯红灯的 中国游客 你不管是租的车也好 自己开来的车也好 骑摩托车不带头盔的有 开车闯红的更多 那么遇上交警 他要罚你一点款 你还跟他说 歧视中国人 其实真不是这么回事 我见到很多游客抱怨 或者说 抄期了一两天 有签证抄期了一两天 被收取了五十美金 或者两百美金的罚款 有一些是工作钱 在这里打工 或者说自己经商 那么几年以后他回去了 途经机场的时候 被罚了几百美金 一两百美金 他们要打电话找大使馆 说大使馆不太管他们的事 其实我没遇上的 那也就笑笑也就算了 有的比较俗的 他们抱怨到我这来的时候 其实我都在反问他们 你们来了之后 你们从旅游钱改成商务钱 改成工作签证 甚至办了赞助证 都是中介帮你们打理的 你们不认识当地的文字 它写着你住在哪儿 你在哪儿工作 跟你实际的情况 它是不相符的 中介只是帮你 办了一个法律上 可以在当地 赞助 或者说打个擦边球 可以经商 但是他帮你办的这些东西 与你实际的运作 它是不相符的 为什么你自己不想想这些东西呢 你进入这个国家是合法的 但是你拘留下来 你的手续是不完备的 那么人家在你离境的时候 罚点款 收点罚款 或者说取消了你的 赞助 和工作的签证 下次再来的时候 你还得再花一遍钱 我觉得这已经很正常了 很不错了 当真要到美洲或者欧洲的这些国家 那么它要是从严管理的话 可能你永远的 就不能再次踏入人家的国境 有些人呢 只知道抱怨 其实他们忘记了一点 中国内地 正在发生一次变革 目前我们看到的是 中共正在从严管理 包括出入境 两会之前 他们就已经做了一些尝试 部分的省 以电脑升级的名义 终止了出国签证的办理 相信今后 这种从严的管控 会越来越频繁 最后彻底的锁死 没有特殊情况 你想走你是走不了的 那么境外呢 其实也一样 前两年 周边有很多国家 对中国开放了落地钱 不要签证 鼓励你来旅游 你来消费 来拉动当地的经济 但是这一切 从去年开始 尤其是去年下半年 已经开始出现变化了 有一些国家 已经收紧了 对中国游客的开放度 它不仅仅是因为 中国游客 有一些不文明的行为 更多的是 对于中国 中国有很多人 滞留不归的一种担忧 它不太好管理 我们知道跟中国交界的一些国家 你可以爬个山 就可以过来 偷渡的成本很低 最便宜的可能就 200块到1000块人民币 这么一个价格 是个人就能负担得起 但是你不要忘了 我们经常说一句话 叫不是猴子不上山 凡是往外跑的 如果你真的 没有正常的出境手续 往往身上都有一些事情 如果仅仅是政治方面的原因 这倒还可以理解 有一些人是刑事问题 他们也在往外跑 那么就出现一个问题 你在国内你就不是一个正常的公民 那么你出了国以后 你又没有时间没有兴趣 学习当地的语言 对当地的风俗文化政治 当地的民情一点都不了解 在中国人聚居的圈子里面 维系着中国的生活方式 甚至一些半黑不白的 这种生活方式 你必将给当地的治安 带来一些隐患 尤其是中国人出来的多了 这个数量 大多数周边国家是扛不起的 我们知道在老挝大概有八十到一百万的 中国公民 其实肯定不止 因为我知道爬山过来的刑事犯不低于二十万 那么我们这样说 你在老挝的公民 中国公民 百分之八十 是集中在湖南这一个省呢 尤其是 少阳地区 在这有很多 原先 原先 在老挝的华人 按照1937年的一份统计资料 华人占首都万象的 总人口的百分之五十四 也就意味着华人 是这个城市的阻力 那么后来这个数字呢 逐年的消退 我们现在看到 在万象的华人 可能明面上的 只有几万人 那么这些统计数据 是不是真实的呢 你到春节的时候 你就能感觉得到 很多人家门口摆一个汽油桶 都在烧金元宝银元宝 烧黄纸 在祭祖 歹祖是没有这个风俗的 而且歹祖的新年在四月份 在泼水节 从泰国过来 一直到云南 这一条线 聚居的主要是苗族和歹祖 这些少数名族 那么我们知道 泰国 他是主体民族 是歹祖 老欧其实也是 老欧目前的主体民族 是老松族 老厅族 老龙族 就我们说的这个老宋族呢 他其实就是苗族 王宝带走的一批 剩下来的还在山上 有一些逐渐下山 规划了 参与了一些社会活动 到华人的商店 打工的也有 那么他主体的民族 老厅族和老龙族 都是歹祖 歹祖 不可能在中国的春节 来烧纸祭祖 那么也就意味着 正在烧纸的这些人 他主上都是华裔 尽管他们已经 不会说中国话 那么我们看到很多华人 到了国外以后 他第一时间放弃了自己的身份 他黑了下来 然后他申请无国籍 或者娶一个当地的女性 那么呢这样 安安生生的在这个国家扎下根 有一些讲究 家族传承的 还把自己的子女 送到华人的学校去上课 学一些中文 更多的 则慢慢的摒弃了 华人的这个身份 整个世界呢 他是不太 愿意接纳华人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美国一百年前 曾经搞过一个排华法案 他的原因 就是因为华人只知道挣钱 不仅不讲究卫生 而且不愿意参加政治活动 不愿意争取自己的权益 这个排华法案 在美国的发起 它是有缘由的 虽然最后 美国政府撤销了这个法案 也做出了一些 道歉之类的 其实这都没什么用 到目前为止 中国人在国外也是一样的 他们不太愿意 参与住在国 甚至是规划国的文化政治 他们只是在经济上 愿意去挣一点钱 有点门道的做一下钱客 做一下黑中介的工作 没太大本事的呢 他们就从中国倒一些东西到国外来卖 还有一些人 只在华人圈里挣钱 可能比较脏 可能说不出口 真正 能在外界挣外国人钱的华人 是不多见 那么我们现在知道了 外部社会 对飘在外面 没有定性 不是由衷的 融入到 做住在国 这个社会里面去的这些华人 他其实是不欢迎的 很多人忘记了一点 二战的时候 因为珍珠港偷袭 美国有很多流宅 袭击了一些日裔 打死打伤的例子都有 美国政府后来 建立了26个集中营 保护式的拘禁了 这些日裔 这些日裔怎么算呢 有日本国籍的已经不多了 有一些年轻的孩子 就是美国出生的 他是美国公民 甚至一句日本话都不会说 二战期间他们大概拘禁了三四年 这种事例 它是一个例子 虽然它比较极端 但是我们看到在整个世界上 很多国家都曾经排过华 它有很多原因 不完全是 外部社会 刻意的去打压中国的这个族群 有一些 是移居国外的中国人 他要响应中国政府的号召 去推翻当地的政权 去建立一个社会国家 那么这导致了 几次大规模的流血事件 最明显的是印尼的屠杀 事实上我们看到 最近几年 因为华人的涌入 这个世界也变得不那么温和 很多老牌的 知名的大国 也开始有一些举措 是针对华人 为什么呢 因为你出了国 你不愿意去融入当地的文化 不愿意去学习 尊重当地的习俗 还把内地的那一套 拿到这个世界上来 它是很不讨喜的 说句良心话 出来的人 大多数 都是不能被中国当政者 所融流的 可以称之为叫一种什么呢 失败者的游戏 你们已经被赶出中国政局了 现在当政的这帮人 已经不带你们来 作为一个失败者 你可以在别的国家 重新开始 有许多国家 是欢迎来自全世界的 人才也好 精英也好 哪怕仅仅是受到迫害的 西方的主要国家 对来自于中国的流亡者 相对还是比较宽容 但是我们现在见到的是 中国出来的人 数量越来越庞大 它不仅仅是政治上的异议分子 它也有一些在经济生活中 受到挫折的 甚至仅仅是为了 让下一代换一个良好的环境的 愿意把内地的财产资金 转移出来 为下一代打造一个平安的生活环境 那么我们就面临了一个问题 出来以后 你不管选择的是哪一个国家 你有没有考虑过 在你选择的过程中 哪怕花一点点的心思考虑一下 你要去的这个国家 在文化上 在观念上 跟你是不是有相符 你有没有可能 或者说你的孩子 有没有可能 能够融入到当地的社会中 社会中去 这是一个很严肃的话题 因为你不管怎么样 你不可能永远在华人圈里生活 尤其是我们的孩子 他们要跟当地接触 有当地的伙伴 甚至长大了 有可能会跟当地人年龄 这些问题 这些问题都是实实在在存在的 不能说哪一个地区排华 只能说你选择的这个国家 它的文化 它的习俗 你有没有可能融入进去 如果没有这个可怜 就放弃它 免得去了以后 不仅不能融入 而且还会感觉到你受了迫害 其实有很多地方 不仅别人看不惯我们 我们也看不惯别人 那么有这么巨大的冲突 你还要跑过去 你不是自取其辱吗 作为一个成年人 我们可能会笑一笑低个头 晃晃老袋我们就过去了 但是孩子不行 我们的下一代 如果要在一个国家 能够长久的居留 而不仅仅是躲个一两年风头 等到国内稍微环境好一点 再跑回去 其实既然要出来 你就要做好 持久抗战的准备 可能三五年是回不去的 孩子长大了以后 也不一定 愿意放弃他已经熟悉了的国家 那么就出现了一个问题 这个世界 对待类似于北漂的这种世界漂明 不都是那么宽容的 如果我们没有做好 适应当地生活的准备 你不论去哪一个国家 你都待不长久 就算你很憋屈的 来适应他们 对你的精神健康 对下一代的发展 我觉得那都是不利的 最好还是放弃它 所以这个问题 决定走之前 尽量把它考虑清楚 它很现实 它是真实存在的 这个世界有70多亿人 不是每一个人 都像内地教育的这样 或者说 中华文化中有一部分的这种宽恕 在很多国家 它与我们的表达方式是不一样的 如果你要不愿意改变自己 不进行一些妥协 那么你出来了之后 不仅不会开心 而且也不会融入当地的生活 中国现在如果说 能够保持一定的经济关系 你能挣着钱 你还能继续卖国内的商品 甚至能帮助国内的企业 进口你住在国的设备 你在中间能挣点钱 那你想一想 一旦中国内地 跟外部的经济 完全由国营的贸易公司来控制的时候 你靠什么活着呢 去吃这些 住在国的福利吗 你可以选择不走 但是你选择了走 就要把这个问题想清楚 这个世界上 没有谁欠了你 我们要做的一切 都是我们自愿的 如果你愿意 你要付出 你才能继续往下想 这个世界很宽广 出了内地 你可能感觉到 心情很舒畅 但是你要想长久的舒畅 那就得付出 付出的第一步 就是你要睁开眼睛 看世界 不能凭印象中的那些老观念 否则是要吃大亏的 否则是要吃大亏的 但是我也是要吃大亏的 不想让我吃大亏的 但我也要吃大亏的 不想像是要吃大亏 不想像是要吃大亏 你还能吃大亏